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一长谈和你深入时事话题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 是我们BC省在亚太市场的书 积极努力去争取 尤其是在液化天然气的市场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 我们今天的话题人物 就是我们BC省超级大部长 他是国际贸易厅厅厅 他是亚太市务厅厅厅 亦是多元文化厅厅厅厅 屈杰冰女士 BC你好 各位观众好 我应该称你屈厅厅 叫我Theresa我们的老朋友 叫我厅厅厅不懂回答你 多谢 Theresa辛苦了 因为你三个含头加起来 我想都很重的 其实这是很大的荣誉 很多谢省长在我当选之后 就委任我出任三个厅厅的厅厅 我觉得是很大的荣誉 我一定要做好这份工作 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压力 我今年的厅厅很大的压力 你知道 alloc Alles 最近省政府非常积极 由省长带领整个团队 到韩国日本和中国 去韩国日本和中国 你因为是亚太社务部部长 亦是国际 当然是主角的省长 我在背后默默支持省长 完全知所进退 因为你的重点 主要是留在中国的书 所以我想你一开始给我们一个概括的概念 就是这段时间 你在成都 你在南京是吗 成都 重庆 北京 江苏省 这四个地方之后 你觉得最大的 我本人还有去其他地方 首先现在集中港省长 我和省长在中国一齐访问 但是当省长完成了中国的访问 他就继续去韩国日本 因为我自己是华裔 这次是我第一次出访 所以我先集中在中国 我自己也有去其他的城市 你觉得给你的感觉 这次出去访问 你绝对不是旅游 而是真的去工作 是很辛苦的 你觉得最大的满足感是哪里 还有你学了之后 你觉得我们回来之后 B市省要面临的挑战有什么 其实最主要我可以用省长一句说话 去总结今次的亚洲访问之行 中国 韩国 日本 中国当然包括我在内 省长说他从来未试过这么多次出访 他觉得这次是最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次省长的贸易之旅 最主要就是推广逆化天然气 因为这是我们的主打 因为我们在竞选期间和之前 是省长简为之提出来的 逆化天然气是我们以后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甚至一百年 是我们B市经济的重点 是我们主打的 所以B市省长这次去三个国家 为什么选择中国 韩国 日本 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 是全球将会进口逆化天然气 最多的国家来的 首先讲中国 因为我自己在中国 有史以来都未试过一个省长 是有机会去会见中国所谓三桶油 这个三桶油就是中石化 中海油 中石油 这三间很规模非常龐大的 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 它是可以见到他们的主席 全国的能源不堪堪就归他们的管制 是的 是的 在一日之间我们演了三个主席 其中两间的石油公司 其实已经是和我们有一些生意的往来 会投资在我们B市省 另外中石化是仲美的 但在经过会议之后 他们已经是表示强利很有兴趣 并且叫省长要加速我们的步伐 他将会上是非常之有意望 就是去进口我们的逆化天然气 所以在我们的大前提 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日本 韩国也都是达到很多的共识 这个是我们成功的地方 还有我今次自己亲自去了中国 因为我其实在中国 我以前在私营机构工作的 每年都要去中国几次 亦都有跟他有生意往来 但是今次作为一个政府的代表 我就看到是很有需要 是要省长和我们省的厅长 一定要多些出房 我们不是浪费立常人的钱 其实最主要等于我们是为B市省 但我们等于做商业 等于是一个推销商业 我们是一个推销原理 因为全球所有的国家 特别是澳大利亚 纽西兰 和我们其他的省份 都很重视中国 如果我们不去中国的话 B市省只是加拿大 10个省其中一个 我们很容易被人遗忘 怎样令到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就要不停地要去 但是我们当然有很多层面 是属于staff方面的 尤其是亚泰方面的国家 对于到最后是由最高级的官员 等于close the deal 这个在亚洲方面 我也了解在政治方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gesture 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你们比较辛苦一些 尤其是现在和亚洲所有的国家做的 韩国 日本 中国 在这方面的政治文化 我相信都有你刚才的感觉 我也相信很多选民也都会了解的 因为你真的不去的话 我相信也都说你闭门造居 就是自己思考自己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作者 应该走的路线 但是走完一趟 之后当然是有成功的因素 但是你自己觉得带回来的信息 带回来的资讯里面 你觉得哪一件事是我们BC 一定要改进来配合 来争取巩固这个市场 刚才BC你发表你那个评论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 因为所以我都很开心 可以跟你有一个交往 因为有很多不清楚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文化 那个经商文化 就不明白为什么要 做厅长的省长要亲自 你可以留在这里 可以官员出去跟你做 而且我们在中国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香港 我们都有办事处 我们在日本 东京 在韩国的汉城 我们首尔也有办事处 我们是有我们当地 要雇佣的员工在这里 为什么要你浪费纳税人钱 要去那里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亚洲的经商文化 是跟西方国家很不同的 面子问题 绝对是了 你要政府和政府之间 要达成一些共识 而且很多商人 都是看政府做头的 当他看到政府的层面 是跟某一个省份 某一个国家的政府 是有密切的联系的时候 他们就会向着 就是不需要说出来的 这个是大家都解释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呢 所以我很开心 B.C. 你提到这一点 由你把口说出来 比由我说出来 我也是想了解一件事就是 你液化天然气 我们也有个液化天然气的厅长 所以你们出房后 之后一定带回很多资讯 你今次最大的信息 带回来给 Rich Coleman 液化天然气的厅长 而在发展方面 工业的发展方面 你觉得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Rich Coleman 我们的高利文厅长 他本人是一个很资深的厅长 也是我们的副省长 省长简为之委任去做一个厅 可以看到他是很重视的 其实高利文厅长在我们去之前 他自己已经去了中国 他已经去了 所以我不敢说 我带回来的信息 他也比较不出声 你没有访问他 你没有访问他 他有说 你下次应该请他上来访问 所以其实那个主打 都是高利文厅长 我作为一个贸易厅长 我的职责 我其实就是一个协助者 其实我凡凡都要去碰 即是说我们省的所有的出口 包括木材 抗业 高科技 生命科学 农产品 海产品 包括天然气 我是去穿针人线 本来我打算 接着来问你的这个问题 我打算放在后面问 但是你已经提到这件事了 所以我就说 你是国际贸易厅长 你是亚太事务厅长 所以这次去中国 当然是你两个种头戏的表现 但是国际贸易厅厅 还要包括美国 欧洲 南美洲 和俄国等等 你这方面的业务 重点会在哪里呢 因为我还有一个亚太策略 因为我们这个政府 其实要讲回十年前 要讲回我们前的省长 我们这个自由党政府 其实看到 因为我们传统的贸易伙伴 就是美国和欧洲 亦都很共同意 因为我们早期的移民 都是从欧洲过来 美国是我们的鄰国 美国经济也是全球最大 亦都是相对来说 那个路程很近 所以我们一直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但是我们在十年前 我们这个省政府 我们自由党政府 看到好像投资一样 你不会把你的鸡蛋 摆在一个栏子上 你会分散投资 所以当我们这个省政府 看到全球的经济 已经慢慢由西方国家 一直转到亚太地区的时候 他们就想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继续 去沿用我们传统的 所谓投资方式 只是集中我们的出口市场 在这两个地区 那时候他们就觉得不可以了 所以在十年前 我们用木材来认为 因为木材是我们主要的生物网站 那时候在十年前 我们成立了一个英文 叫Forestary Innovation Investment 简称叫FII 就是等于我们省政府的 木材的推广的官营机构 我们就设立那个办事处在上海 经过十年的艰苦的经营之后 很简单 我很简单地说 我们在十年前 我们的木材出口 超过百分之八十去美国 今时今日 我们超过百分之四十去中国 四十去美国 亦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策略 在2008年的时候 虽然有金融风暴 我们的经营木材的商股 我们的公司只是没有受到很大的打击 而他们也感激我们 和他们去把市场大复材在中国 我记得那时候 Mike Dion是负责的 是的 是的 那时候他是先锋部队 所以记得很辛苦 是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 我再请教一下 李威廷长 有关于整个液化天然气 在我们整个BC上 将来饭演的角色是什么 那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